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遥远 用我们三维不可想象的距离到第四维它可以顺着 那么黑洞呢 在这个美国的科学家研究师计是通向高维的 相当于通过这个黑洞可以进入无限维度 浮起关天 关到的河图是什么呢 实际是高维能量成我们三维的下路 进入我们这个空间的交流 就是这宇宙空间存在不同的维度 生活在不同维度的生命状态它不一样 那从高维进入低维的时候 它可以穿越我们时间的顺序 因为到第四维时间是变量的 在第四维状态下 我们三维所有的 开始结束生和死已经完全被超越了 当被超越以后就不存在开始结束 这跟我们佛家一个概念高度契合 叫缘起 缘是什么呢 是在投影缘里面的关系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投影原理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现实能量关系的根本的内涵 刘峰老师跟我们分享 他说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我们来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推测 是不是每增加一维 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考方法就多了一层呢 其实人的身体整个全是投影的像 是能量的巨额 这就可以我们从量子的概念来讲了 我们看我们所有的物体 最小的这个化学和物理数字只有中子 正电子和负电子三个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的实体 其实全是能量波成的像 而能量波没成像的能量集合是什么呢 是信息 信息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一个信息就是正旋波 正旋波我们把它叫简线波 大到至简 所有的波全是正旋波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说是龙的船呢 其实一切的最初始全是正旋波 龙是正旋波的涂腾 所以它是一切的起源 太极反映的就是正旋波的两部分 上面下面组成太极 在太极之前是无极 所以一化开天它是什么波都没有的 只要起一个波 其实就是我们起一念 佛教一念一众生 当一切都是正旋波的时候 我们理解宇宙空间的一切事物就简单很多了 但是一般人我们只注重了能量波的振幅 振动强度 频率 它的色彩 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正旋波的维度 也就是它的自由度 它是在直线上跑 还是在面上跑 还是在立体空间里跑 还是超越时空 能量波的维度 比能量波 自身的强度频率重要的多 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最重要的情况 而不同维度能量关系是什么呢 是投影关系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这在我们现行几何运算里面都是这么用的 我用到的一个概念叫数学归纳法 就是可以通过一维和二维的关系 去验证二维和三维的关系 近日验证N-1维和N维的关系 我问过很多成功的人 我说你人生最重要的那几步决策的依据是什么 我得到回答初期的一句 直觉 直觉是什么呢 直觉是来自高维的信息 我们人类所有科学方面来自于灵感 灵感是来自高维的信息 我这个手是个二维的像 当我把它挡在眼前 我根本看不见三维 我把它拿开看到三维 我们每个人的意识里面充满了三维的像 当你把最后一个三维的像从你意识中拿到的时候 你得四维之后 科学是希望从三维四维五维一维一维往上爬 但我们东方智慧不这么挡 它是从最高的N维智慧 N趋于无穷大来看整个宇宙 它讲天人和一 它讲无上正等证 它讲唯一的神 只有N为N趋于无穷大 才符合无上 才符合无极 才符合 它是从整体宇宙观看 它是从上往下看的 因为什么呢 三比无穷大等于零 四比无穷大也等于零 任何有限数比无穷大 它都等于零 当你专注于一点的时候 你也可以进入这种无限的空间状态 所以不需要执着在中间任何一个维度上 但是呢 这个过程又让我们再证明另外一件事 本字具足 每个人内在智慧是N为宇宙空间 N趋于无穷大智慧 具足圆满的 我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来证明 我手指尖这一个质点 既有这个灯发出的能量波 又有这个灯发出的能量波 这个宇宙空间的所有能量波 都会通过这一个空间质点 这一个质点 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 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这叫宇宙玄习律 这是释迦牟尼佛出定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叫众生皆聚如来得下 这一点叫灵维 所以从灵维到N趋于无穷大 这两极 一个是其大无碍 一个是其巧无内 它无漏的把整个宇宙信息 全部包括在里面 而所有中间的 从一维一直到N-一维 全是分别 是由我们的念 我们的意识 产生了无穷无惧的幻想 所以你是往上走到多少维 也没有多大意义 只有通透通到无相的境界 这就是禅所达到的一切相的境界 你才能跟这两头的智慧 如果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所有的当下 都用来转念提升 那他生活在一种全然的喜悦的生命状态 所以佛教的修行也不是说的修的未来修的来世 修的全是当下 我们刚才说的这一套理论 说到这个内的理论 最后所有理论 都让我们当下能够获得内在的喜悦 当下连同高位之魂 因为刚才一会儿 过去未来全是三维认知 在这个认知里面 连思维都去不了 更别说N-的 只有当下是连接高位的 而连接高位的那一瞬间产生的喜悦 是没有任何一个物质世界的喜悦能替代的 比如佛老师刚才跟我们说 人类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破除你对于现在三维世界的局限性 对你带来的一种限制 当我们跳脱开 对现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 对一个问题的焦虑的时候 我们能够站在不同时间 不同空间 不同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啥事都不是事 好了 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今天关于生命这个话题 下一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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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见